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主席我們請部長 來 陳部長 部長 其實我還是重申一次 剛剛陳耕德委員所質詢的道路障礙 你最好今天晚上去拆掉 趕快去把它拆掉 你就要天誘台灣 你就不要這兩天出事 怎麼會設計成那個樣子 真的是無法想像 怎麼會去設計那種 會殺人的那個等於是一個 殺人的武器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離譜到極點 部長 今天雖然說你對高鐵的採改案 你都沒有提出一個很完整的那個 一個計畫出來 在這個報告 那個簡短的舉例 不過本席還是要問你 你到底你高鐵的採改案 你是傾向於 現在交通部是傾向於是 重提採改案呢 還是繼續再去推接管呢 因為你要先確定這個方向嘛 確定這個方向才知道說 我政府要怎麼去做 那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嘛 我跟委員報告 接管是不得已的 最後的手段 那麼原則上我們還是期待 新的採改方向能夠出來 爭取多贏 你就說你是想先那個 再推新的採改案嗎 當然 那新的採改案的話 那你什麼時候要推 你來得及 你來得及提出來嗎 因為你現在馬上面臨了喔 現在二省已經有特別股的 那個法院的判決輸掉了喔 大家很多人預計說 四月份高等法院就判決下來喔 判決下來以後 你逼迫所有的 持有特別股的 不管你公股的 民股的 全部都要向那個高鐵去吹討喔 那吹討的話 那高鐵你讓它面臨了破產以後 你再來處理的話 那就難度更高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積極在爭取時間了 那麼高鐵公司 現在到真正的破產 以及後面的這個所謂的 改善期間喔 我們現在是逐月逐項的把它列出來 它每一項 每一個月每一個時間 應該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都在精密的 在計算這些新冠 不是啦 你精密計算 因為你都沒有辦法 就第一個迫切的 好 比如說它特別股 那特別股你要輸回啊 那你輸回你那些錢 你那些錢目前在專戶裡面嘛 你拆個案沒有過的話 那銀行根本不可能解凍到你用這些錢嘛 那高鐵本身自有的營運資金 它根本不夠來還這些特別股嘛 也許你今天人家一查封你的戶頭 人家一做一些那個假扣壓的動作的話 也許連高水清水都花不出來喔 就我了解現在其他特別股 除了那麼新路跟中華以外 有訴訟那麼 訴訟二審以後現在 那麼台高公司提三審以外 其他的特別股目前沒有打算要提訴訟 因為他們一定要跟進喔 不然根據公司治理的話喔 萬一他們沒有採取動作的話 那他們是影響到他們 他們也很清楚 他們現在在看我們的新的財改方案 如果可以處理的話 他們就不會提 那再來再請教一下喔 那高鐵現在他提出仲裁嘛 那他仲裁的時候 他根本要求要跟政府要求要賠 三千零九十九億 也就是說九二 他說什麼九二一等不可抗力的因素 他叫你賠七百一十九億 那營運後音量變化不如預期 要你賠兩千兩百七十億 那敬老什麼身心障礙等法定優惠票價 要你賠一百一十億 總共要你賠三千零九十九億 那這個你怎麼去因應他嘛 那是他協商過程裡頭提出來的金額 但是事實上他現在要向仲裁協會提出來的金額 是五百七十六億 五百七十六億 不是三零九 那至於他提出來的有沒有理由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那你認為啦 在你交通部來講 你認為他提出來的這一些 你認為說 你們應該 那個我們政府到底要賠多少 我可以跟委員 以你評估啦 以你評估說說 我們到底要賠多少出去 因為仲裁的判斷 我們沒辦法那麼替仲裁協會在這邊下個決定 到底是多少錢 但是事實上就我個人的了解 那麼我們內部的評估啊 也不如他想像中的那麼樂觀啦 大理上我只能講這樣子 不是啊 那你到時候 你要有個對策嘛 有有有 我們都在演裡 因為當時假如說我們才敢通過的話 那我們進駐董事會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仲裁案的提出嘛 所以根本高鐵的五大股東是在玩跟你拖延時間嘛 那你像你交通部假如不趕快做的話 你時間越拖延的話 其實對交通部是越不利的啊 是 這個我同意委員的看法啦 我們的新的財感法案如果出來以後 他這個仲裁案就說不定要停下來要撤掉啦 對啊 那你現在財感案你告訴我們一個時間嘛 就四月啦 四月 四月應該上中旬之間 上中旬之間 上中旬之間就一定會提出來 就新的財感案 其實我是建議你啊 你就是幹嘛顛倒下來 你原來是說你先要洽 那個你真剪資嘛 剪資是一定必要的嘛 先把五大股東的那個股份稀釋掉嘛 那真資你本來原來的真資是說 你第一步驟是要先洽定特定對象嘛 也就是公股行股 所以就被人家給你扣個大帽子說 你要土力財團嘛 所以你才沒辦法做 那你現在能不能顛倒過來嘛 你顛倒過來之後你先簽全民事故嘛 你先把那個真資的部分簽全民事故 那讓全民大家來認啊 那假如大家不願意認 那當然你再去找特定的對象嘛 所以是不是把你的那個真資的那個方式把它顛倒過來呢 對 目前也是朝這個方向在做處理啦 跟委員的看法是一樣的啦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你一定要趕快那個 那自己再請教一下就是說 那當然高鐵的裁改案是我們關心的 高鐵的票價也是我們關心的嘛 那到底有沒有是說定說高鐵的票價 你到底在什麼時候你要做個重新的檢討 那有沒有降價的可能 是不是在八九月是不是能夠降價呢 這個還是配合在整個裁改方案裡頭去做一併做處理啦 因為他畢竟是解連理方程式 票價也涉及到他的整個財富的試算的問題嘛 所以也非得要有一個精密的試算以後 那麼再來做整個通班的處理啦 也就是說你四月份把裁改案的那個提出來以後 那你的那個票價是不是同時會降 對 該不該降多少 那個時候會提出來一兵來做說明啦 好 那部長請教一下喔 我們知道那個過年期間喔 那個很多的車票都很難訂 那當然那個很多媒體也報出來說 包括普悠馬號啊 華東地區的那個 很多旅行社他都故意先給你訂了 訂了以後他又到時候他又不做了 那所以空了一大堆 其實這個我自己也發現到 因為過年的時候我到那個台東去 那時候我要訂票的時候跟我講說 喔 很難沒有票 很困難 那我們排了好幾天訂到了 可是當我上車的時候發現 空了一大堆啊 所以不想像那個 是不是你可以訂個機子說 當他要訂票的時候 看是他一定會用什麼人名嘛 還有某個旅行社訂嘛 那是不是有這種情形 只要超過兩次 有這種那個訂了以後 不那個就列為拒絕往來戶啊 這個委員的提議很好啊 他們現在的設計就是說 如果有三次訂了以後 沒有舉辦對不起 就六個月內你就不能再來訂了 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你訂六個月那個也太重了 你乾脆說永遠不准他訂 那這樣的話不是 大家都不敢這樣亂了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喔 其實都是李行社壟斷的啦 他們反正就是因為為了 為了他的那個生意 他都先給你訂了 訂了以後 他就不 不再那個反正你們那個取消票價的那個 那個賠償金太低了嘛 我們現在連退票的這個部分也一併做處理 除了訂票以外 退票也一併做處理 越靠近當天來退的話 那收的手續會越高啦 那其實手續會也不是說他們 你乾脆就拒絕說 你只要你超過三次 因為三次已經很惡劣了嘛 所以就永遠你就不准他一購票嘛 這樣你才有二次的作用嘛 半年半年有什麼 有什麼二次作用嘛 你就乾脆永遠沒有 那這樣的話他們才會有一種警惕作用 我本身是建議你這樣做 那當然我們政府一加的提倡說要光光光光 那用大陸的旅客一直到台灣來 能夠促進我們的一個經濟的成長 好大家有錢賺 可以相對著 對國人的遊覽品質也是相對的那個降低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以台北市的近郊來看 你說那個中夜池 還有還有那種士林關底 幾乎啦 幾乎那遊覽車是亂停啊 那個都造成很多的交通的阻塞 甚至於說我們自己要去參觀 如果過年的時候我有朋友從國外回來 已經離開台灣二三十年了 好不容易回到台灣來 他告訴我說請我帶他去中夜池啊 好士林關聯那邊去走一走啊 進不去啊 真的進不去啊一團亂啊 那到底是說我們 我們一直提倡說 開放大陸觀光到台灣來 那相對著 假如政府的一些管理 動線或是你時間有沒有做一些 限制規劃 那你相對你也是剝奪到國人的 國人的那個觀光的一個權利嘛 甚至於是說周邊的交通 那遊覽車啊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看啊 因為真的 我們經常經過因為 那在士林關底啊 包括中正紀念堂啊 中夜池那周遭的那個遊覽車啊 是排的 因為尤其是士林關底那邊 因為他羽絨路也很小嘛 這樣子跟委員報告我們會請觀光局 那麼再跟各個景點的 這個管理機關喔 來檢討一下 如果是屬於封閉性的景點啊 那麼就要做總量管制 跟分流的這個管理啦 那如果是比較開放式的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情啦 這個可能請觀光局這邊來做檢討 事實上 國外很多的著名的景點喔 他們都有做一個總量管制 是是是 他做一個時間的限制 了解 比如你每一個 每一個時段 一個鐘頭裡面 你只能有多少人進去 要做個管理啊 了解 那我們現在幾乎沒有啊 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看啊 過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那個中列池 那邊去看看啊 包括中正紀念堂啊 那簡直簡直是 尤其中列池 我們簡直有慘不忍睹啊 真的很可怕啊 很多人 那遊覽車曬了滿滿的 我們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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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人要去要去那邊參觀 進不去啊 而且感覺到就是很凌亂的感覺啊 所以我是希望是說 當然我們政府提倡 光光 那來促進整個的一個經濟的繁榮 可是 可是政府要規劃 要配套啊 你要有一個適度的一個管理制度出來啊 那為什麼 我真的很奇怪 就是說 我們交通部到底在幹什麼 就我們觀光局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說 這個其實不需要等到我們委員提出來啊 是 可能那個總量管制跟分流管理那個點不夠多 檢討的不夠徹底啦 這個請觀光局這邊再來協調啦 對啊 火車的話你說好沒有錯啊 你沒有賺到錢 像大家很清楚嘛 很多很多我們台灣的很多的觀光業啊 大陸的旅客來了越多啊 他們沒賺到錢啊 都給一條龍鑽走了啊 對不對 那你沒有賺到錢 我們國人沒有賺到錢 沒有得到那個利益 反而 害出一大堆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之前說真的要好好的做 做一些檢討 火車的話 你反而造成更多的明眼啊 謝謝委員的指教 是 來 謝謝羅蘇蕾委員執行 今天我們請管碧林委員執行 謝謝 謝謝 謝謝